到底是什么秘密 这地 能让他们 都后退五十步 然后转过身体 把眼睛闭上来 最好 把耳朵堵上 波罗 退后五十步 转身 把耳朵堵上 这儿 快好五十步 不着耳朵 不着 皇上 差事办好了 说吧 你也退 皇上 奴才得保护您啊 按我说的做 折 皇上 您干脆 让您身后的那俩 也退回去吧 也甭麻烦他们了 让他们直接 贴墙就完了 我听见了吗 折 说呀 我其实不是小贵子 真的小贵子已经死了 我其实不是小贵子 真的小贵子已经死了 怎么死的 被海公一拳搂死的 那你是谁 我是扬州小白龙 你姓小 叫白龙 不不不不是 那只是我的江湖称号而已 娘家人都搞我叫小宝宝 不过外人都够叫我的大名 韦小宝 您以后可以管我叫小宝 还有吗 还有就是 我其实是个货真价实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你不是太监 证明给我看 证明给我看 皇上 两个大男人 在这么空旷的地方 我怎么证明给你看 多难为情啊 把裤子吞下来 多凉啊 吞 吞 皇上 你看他们 他们都回过头来了 都看我呢 您说说他们呀 东龙 把头撞过去 知道 继续说 挺啊 其实啊 刚才那件事 对于您来讲并不重要 那只是 我骗了您而已 您不要说 行了 刚才那事不要再说了 这第二件事 花儿 你最好还让他们 再退五十步 东龙 再退五十步 折 再退五十步 其实 你皇阿玛 也就是你爹 他没有家崩 现在就在五台山 出家呢 你没说假话 我花儿妈现在还在人世 可不嘛 我 我那天晚上 听见那个海大父 跟太后就这么聊的 真的 当然 太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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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贵子 明天 明天天一亮 你给我去五台山 见我皇阿玛 请他回宫 走 停了 皇上 你不行 又怎么了 还没完呢 还有一件事 你这还重要 说 嗯 嗯 皇上 皇太后房里藏着男人 啊 啊 你怎么确定那就是个男人 因为 那 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 他戴着个假辫子 但是是真头发 我一把 就把他这假辫子 真头发给搂下来了 然后 看到的是一个 那么大个的大光头 所以千真万确 那确实 是个男的 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 毁谤皇太后是什么罪吗 我当然知道了 他会砍了我的脑袋 但是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 我才半个字假话 都不敢说呀 皇上 您要想喊 您就喊出来吧 您退下 没有 无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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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 无凡 保护皇上 停下 慈宁宫没有什么事 把慈宁宫的侍卫都撤了吗 喳 都退下吧 小宝 小宝 今天夜里 你陪着我去夜探慈宁宫 爸